蔡英文与在美国代表团的会晤过程当中的扬言 即使大陆方面发动攻势 台湾也有决心和能力抵御 本期视频我来为您解析 大家好这里是东东乡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环球网援引台湾媒体的消息说 美国众议院代表团在16号抵达台湾 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与他们进行了会晤 面对美国金主的到来 蔡英文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一通恭维之后 表示台湾要与美国继续强化合作关系 共同对抗来自大陆的军事威胁 虽然说的都是老一套 但是在这个两岸关系愈发敏感的关口 美国官方仍然与台湾高调的互动 美台互相勾连的险额用心是不言而喻的 蔡英文在与美国代表团的会晤过程当中 扬言对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行动 时刻保持关注和警惕 即使大陆方面发动攻势 台湾也有决心和能力抵御 对此有记者在当天的国防部记者会上提问 国防部发言人回应表示说 台湾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解放军有权在台海周边展开军事行动 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解放军的神圣职责 对于一切台独分子和外部干扰势力 解放军都将严阵以待 近段时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动作频出 对台军售训练台湾军事人员 美台高层互访等等 它的目的其实就是给台湾当局以信心 使他们产生能够与大陆进行武力对抗的一种错觉 同时也向台湾表明 美国始终与台湾攻进退 一旦大陆决定动武 美国不会弃台湾于不顾 然而一旦台海局势真的有变化的话 美国真的会将自己与台湾进行绑定吗 去年佩洛西窜访台湾的时候 解放军展开了索台军演 大有山雨欲来丰满欧之势 那想必当时台湾当局的心理防线 已经是接近崩溃的边缘了 在那个时候 美军又作何反应呢 面对解放军的演习 美军的航母是连忙的逃离了台湾海峡 所谓的美台同盟一时间都成了国际的笑柄了 大陆说如果说啊 真的是发起武力统一行动的话 那么台湾根本就无力抵抗 美国也未必敢亲自下场 即便他来了 最终的结局也不会是他们预想的那样 此前呢已经有这个台湾退役的军官就表示了 在台海周边 美国并不具备战胜中国的优势 美国人同样很清楚 台湾方面也很清楚 就是他们无法阻止大陆的统一行动 既然如此 美国和台湾当局为什么还是叫嚷着什么武力巨统呢 我觉得啊这里边原因有两个 首先一个就是对台湾当局和台独势力而言 他们对于中国大陆完全没有认同感 也知道自己早就已经上了大陆的黑名单 对抗到底 这个煽动紧张气氛 反而还能够得到这个巨统群体和被带偏的这个台湾民众的一定支持 进一步的拖延时间 一旦两岸爆发正式冲突了 他们可以把台湾民众推上第一线 自己呢则是准备随时的抽身 对美国而言 在台湾问题上持续的给中国制造麻烦 即便不能够阻止两岸最终统一 尽量的延迟这个过程对美国也是有利的吧 美国给中国制造的麻烦越多 那么中国解决问题付出的精力也就越多 代价也会更大 在中国统一的过程当中 最大程度的消耗中国的国力 或许才是美国的阴暗之处 收复台湾对于中国有什么利益 咱们先不谈 仅仅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角度来看 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就算要付出代价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也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期待您的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会